群組聚集這個定義 其實我們採取一般的廣義 據我們了解 一個聚集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目的聚集 當然不是單單看這個廣義 也要看看當時的環境和情況是怎樣發生的 譬如這群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是否大家互相有一些溝通和交談 或者是否有人有組織 已經是約在一起 也要看看大家是否在做同一件事 或者是否也要看看時間地點這些因素 來一概而論 剛才你所說的 如果在街上譬如你坐升降機 或者你是過馬路去排隊 這些其實據我們了解 就是不屬於群組聚集這個定義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我想大家都有一個常識去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最終大家就停一停想一想 其實整個這個規例的精神 其實就是希望禁止人群的聚集 避免一個的傳播 如果是同一個住戶 他是超過四個人的 那麼他們的聚集 一般來說是獲得豁免的 不過我們剛才說了 也都有一類的聚集 可能是不能夠進行的 就是當執法人員在 平兩個或者多兩個的聚集裡面 雖然他本身可能都是合法 譬如每一個都是四個人 或者有一邊是同一住戶所住的 但是距離太近的時候 其實授權人員也可以作出驅散 定性為這些是可驅散的聚集 來去驅散他們 那麼目的呢 都是避免太多人群聚集在一起的 消去驅散 新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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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